去北京旅游之前 先在上海的四季名符 体验了一下北京菜 北京味道的五个小吃 平凡海带酱瓜带鱼豆耳酱和芥末敦 有点偏甜 它需要酒 因为平时我吃海带丝都是带辣的那种味道 要嗅一下 它有点痛 那服务员跟我说法 这个时候啊 讲刚刚那个白菜一样的鲸骨 这个酱花 我觉得也偏甜 北京是这样的味道吗 我不知道呀 下礼拜吃了我就知道 等一下 我们俩上海人在写北京菜太甜 这什么毛病啊 这没有骨头呢 对的 我觉得很好吃 哦 好好的 今天问你上海人不是这个味道 还都是偏甜的 它倒上海估计改完多味道了 这个带鱼 反正跟我习惯都味道不一样 这个有点桂林糕的感觉 这个芥末比较带劲 这三个都是太甜了 几个口味我们平时吃的都不是甜的 尤其是这两个 这个又吃的是偏辣的 平时家里拌海带鱼的话 酱瓜会更咸一点 那带鱼嘛就是吃反正不是甜的 我还喜欢吃新鸣鸡那种炸带鱼 这个还是蛮好吃的 我跟我朋友一直觉得这个还不错的 这个是弯豆黄 云豆卷驴打滚 爱窝窝小豆粮糕 好的 谢谢 这个爱窝窝里面的馅是五人馅 味道们一个都不记得了 反正全是糯鸡鸡 这个毛肚有点老 它其实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 自己拿毛肚帅一下 放点麻将就是这个东西 就不太值得了 这个椒盐鸭酱蛮好吃的 这个里面我们终于吃到了鹅肝 它是单独的 不是放在蘑菇的那个坑里面 就是味道不是融合在一起的 就那样吧 咱们跟烤鸭分为三种吃法 第一种是鸭皮蛋白糖 第二种是传统吃法 少量沾甜蜜酱 酸到五分酥酥 咱们第三种是泡心吃法 蒜泥打底铜火均匀 少量沾甜蜜酱 放蒜泥上锅 红色的是西里美泡酸 酱汁 酱汁 沾到五分酥 哇 甜蜜酱放多了 大蒜跟甜蜜酱很不配 然后这碗鸭汤 我跟我朋友一试着 胡椒粉放的馒头 虽然吃着味道还可以 但是那只是烤胡椒粉放出来的味道 这个炸酱面他们已经帮我们拌好了 刚刚这个鸭肠还可以蛮好吃的 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北京菜呀 放花椒了 这个炸酱面是我今天最后的希望 不然我对北京菜吃都会很酷 我觉得有点淡 太淡了 太淡了 不得给我们酱汁的感觉 它不入味 它的味道太粗了 所以入不了味 但它如果酱汁多放一点 全部外面裹一层的话会还好 完了我上礼拜去北京吃了 今天去北京 我第一次去北方 然后我朋友告诉我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在你的扶手上有个二维码 扫一下之后 你可以在下一个站之前叫外卖 就是它会直接送到你的座位上来 这样子会有很多很多选择 但是我现在已经选的有点晚了 南京站的话已经过了下单时间了 应该上车前就要叫 想要吃外卖的话就要选择济南站了 现在两点半送到周围 现在中国这个服务真的好先进 现在是两点二十分 本来说是两点三十四分之前会送到的 我订的是永和豆浆的鱼香肉丝饭 这觉得现在这个服务实在是太发达了 这个就是鱼香肉丝饭 小菜应该是个鸡米花一样的 还给了一杯牛奶也不知道 我订的酒店呢 我订的酒店呢 叫好院建国酒店 就是这一个酒店 地理位置一几磅 如果你第一次来北京去景点什么的 这里超级好 然后环球影城在一号线 故宫天安门都在一号线上 雍和宫在五号线上 这个酒店坐落在一号线和五号线 这个酒店坐落在一号线和五号线共用的站上 我觉得非常完美 性价比很高 这里是地铁鼻出口嘛 然后这是一个中坊大厦 我们酒店就在后面 超级近 所以地理位置我超级爱的 很棒 这个季节王府井附近的酒店 基本上都是1000到1500 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定下来只要660 一个标间或者大床房 高峰季节我就不太了解了 我们离王府井地铁市一站 你可以骑自行车过去也可以走过去 或者一站地铁过去非常方便 这次酒店我是住的很满意的 那酒店进门呢 这里有个糖工 我吃过了 还不错 那大糖的话就比较干净一点 上面房间的话 等一下给大家介绍 比较旧 但是干净是干净的 进门呢 左边先是洗手间 它基本上就是基础设施都有 但这个酒店比较老 它2006年是最后一次装修了 水也蛮大的 洗钱啊 ok蛮舒服的 洗手间的右边是一个衣帽柜子吧 里面有浴袍 我没有用 然后拖鞋保险柜什么测室都有 伞也有 那房间订的是双床房 就这样两个床 另外给大家推荐一家我很喜欢的外卖 我今天叫的是粥 然后还有酱香饼给我吃完了 他们家超好吃的是酱香饼 我觉得比上海还好吃 这一家外卖我已经叫了三天了 就走前还想吃 然后还有一点很好的是这个酒店 每天都会给你四瓶水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只有两个人 可以不用买水 因为买水虽然只过个马路 但是老远老远的 这里过马路概念跟上海说完全不一样的 总体我觉得这是位子很好 干净也比较干净 但是很旧这个酒店 它虽然标的是五星级 主打一个是性价比比较高 这边商务出餐的人比较多 我现在从酒店放了东西 准备出来吃饭 刚刚骑了个车 跟大家说一点 跟上海不一样的是 他们这里不是滑线了吗 你一定要前后都精准的在线里面 不然它那个锁是锁不上的 我觉得这点北京好规范啊 上海好像没有卡到一定要在线里面 我真的吐出来一点点都不可以 这个确实是做得很到位 来北京的第一顿 跑到这个崇文盟的便宜房 过来吃烤鱼 我对四季名词实在印象不大好 所以换一家来试试北京风格的装修 这三个字它叫便宜房 不是便宜房 我是乱读的 我今天菜点的特别保守 因为就我跟妈妈两个人嘛 干上四宣军就是这个 居然蛮好吃的 我没有失望 然后就是点了半个鸭子 韭菜盒子就这样 非常简单 因为自从吃了四季名诚的亏以后 我就知道要少点就尽量只吃鸭子 这个还不错 它有一种烧烤的味 然后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焦也还可以两种焦 主要是油放的重 所以炒的好吃 韭菜盒子也来了 韭菜盒子做的美好吗 到现在鸭子也没有来 饼饰给我了 还有酱也给我了 刚刚尝了一下这口酱 我觉得味道还蛮重的 希望鸭子是好吃的 他们鸭子呢 看得到吗 那边师傅也是在撇鸭子 基本上现在卖鸭子 都现场撇给你看 还蛮好的 这些个鸭子来了 是个小鸭子盘 这个是半只鸭子的料 我觉得这个量还蛮好 两个人吃不会太多 也不会太少 这个韭菜盒子我刚刚吃了 它其实韭菜味道蛮重的 其实可能跑过来北京吃 人家北京的口味 反而比起在上海吃改 然后的北京餐厅要好 军菇和韭菜盒子 我吃下来都还蛮满意的 但是这个餐厅有一点就是 它油放的蛮多的 连这个韭菜盒子里 刚刚油都滴下来了 但我觉得味道可以 滴了没 今天点的特别的保守 但反而真的没有出错 没有像四季名字那么让我说 就是酱我稍微少放点 刚刚单尝了一下 还蛮重的这个味道 确实在北京鸭子吃还可以 这个鸭皮不算特别好 皮下肠还蛮厚的 我稍要吃一点点 因为脂肪太多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吃 皮不算有点脆 不过我觉得鸭肉还可以 这家OK 就是在我心里 对北京意气没有很高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了 OK的 说一下鸭子 我觉得不太周到的地方 是它饼很早就给你拿上鸭了 然后鸭子上的很慢 所以这个饼呢 就有点冷掉了 如果润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今天第一天的行程是过来爬长城 这个是我妈想来 不是我想来 我跟她说你在非夜地平线里面 不是都看过了吗 然后呢 我们早上选择了坐公交来 有个公交叫877 就是绿色的大巴 它单程是6块还是12块 我很喜欢 那是很合理的公共交通的价格 那公交车上呢 会有一个导游大概跟你讲一下 长城应该怎么爬 那因为我们这个公交车站是停在北面的 北停车场选择的上去方式是滑车 滑车是从北1做到北4 比较值得看的东西呢 叫好汉坡在北8 那你需要爬的路段就是4到8 再从8回到4 之后坐滑车的回程4回到1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是两个半小时到3小时 我们就打算选择这个路程 如果想要坐缆车的同学呢 你需要找一个停在南停车场的公交车站 到达比较合理 那滑车来回是120缆车 好像刚刚说了140吧 其实价格差不多 就是看两个体验方式不一样 海洋滑车票那里有个商店 这里有个厕所 但是厕所出来右边有买热的东西的 因为也不知道上面哪里有吃饭 所以可能这边买点热的东西就带上去了 我觉得这礼物价没有很夸张 凉皮凉面20块手抓饼15块钱 可是大概这样子可恶 就买个手抓饼 豆浆啊 中6块钱一杯 其实还可以在景气来说 饼肠肉肠关东西 但是串实爱起来蛮合理的 刚才其实我想买烧卖的 但是它又一整锅一端15块 一点多吃不完就先这样吧 早饭吃了还挺多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巴达岭熊乐园 就是滑车入口了 准备坐滑车了 我给你们看我在台湾上买个很厉害的 专门来北京用的东西 这样就不会着凉了 而且它下面是通的 下面并不是完全拉链拉上去 可以当口罩拍影视 对的 我现在就是口罩也有了 面罩也有了 会有一点呼气在上面 但是因为走路嘛 也不会太遮挡我视线 所以应该蛮好用的 哪况呢 现在准备出发去滑车了 刚刚在楼下小商店 还买了面国旗服 可以 这拍照肯定还用得上 来 上车 来往后 来 来往后 来 来往后 来 来往后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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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有意思的 第一次坐这种滑车 风大的时候面罩是要拉起来的 不然透特气嘛 这小帽子来爬藏区 挺好用的呢 刚刚真的还没反应过来 也没有怎么录 我以为还没开始爬呢 结果就到了 我刚刚就站在这边 人比较少的地方 稍微拍一下后面的照片 然后大家记得要回头看 就真的是可以看到一部分 我感觉是半个山头的 全貌的样子 是蛮壮观的 今天而且天眼还可以 不算特别雾蒙蒙的 亲眼来看一看 确实感觉不一样 这种小门洞里面进来 这个楼梯 看 这么狗 真的是要手脚并爬 才能爬得上去的 这个蛮好奇力的 它路线其实蛮清晰的 北四的那个城墙角 就直接能看到 你想要去的顶在哪里了 我就算最后的七和八了 六的地方呢 是可以上厕所的 然后这边还有 会卖吃的 纪念币的什么地方 想要爬到七 还有点吓人 因为这边没有楼梯的 大家一定要拉好福干 特别是下来的时候 左边这个绳子 就是缆车了 带小朋友还是坐缆车吧 不过要去南停车场出发 大家就是提前的公路要做好 像我一样从北就不行了 咱也算登过长城的好汉了 你们看一下这个楼梯 直接俯身看这个效果 真的挺吓人的 老年人的话一定要陪同好过来爬 亮丽而行 哦 滑车下去会比较快 因为上的时候都是爬坡 所以觉得比较慢 但是这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小孩会喜欢坐这个 下去的滑车的 看 带宝宝们坐滑车 我要到了 看一下全程也就两分多钟 挺快的 我们从长城回来打算吃这个 炉煮也是北京的特色吧 来试试 这个真的是好壮观 拍给叔叔看 我感觉他会有兴趣的 我点的是炉煮火烧 包括小肠肺豆腐火烧 如果是精品炉煮的话 就是大肠头 那区别就是小肠和大肠咯 蒜香菜都要是吧 都要 好棒 好 谢谢 不是面 他就是满满一碗都是炉煮 哦 给你煮 我把四个炉煮煮煮 这个应该是火烧 他其实就像煮食一样 就是我妈刚说面疙瘩 但是如果你喜欢吃大肠 小肠肉应该会喜欢吃 他味道调的还贵 因为蒜香菜我都要 我觉得这两个料加进去 不会太难吃 我觉得不单一般 还是这个炒饭肺 好吃一点 他那个火烧的话 他味道不是很中味 但是总体还可以 就是要做的东西 所以来吃一句 这个是炸灌肠 跟他的蘸料 这个大肠味超级重 很香的 这个是我妈点的耳鱼面 我们就两个人分享 现在试一下炸鱼面 我妈说这个好吃 这个是炸黑点 这个是炸白点 这个是炸黑点 这个炸黑点 这个炸白点 它甜度超级重 超级重 应该是愈的 我们先加快点 这个是蝦罐 我来吃点 我来吃点 这就是吃点 这就是好吃的 这是好吃的 我来吃点 我来吃点 这大蒜味特别重 还是这个东西味道蛮淡的 不过就是脆脆的 我喜欢吃大蒜的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你不爱吃大蒜 这个超好不要吃 这个就有种像不在吃零食 拿零食的那种碎片 蘸大蒜的感觉蛮新鲜的 我最爱吃这个 然后是达鲁面 最后是 嗯 这种过一阵才是不看吗 OK吧 因为本来被水晶期待有很大的 吃完饭就来往附近销个石 那这边一直往下走的话 就是往附近地铁站 然后往左一站地铁 就是我们住的酒店的地方 这个人流量好像都不吉南 进入步行街的一半 就感觉很宽 然后人又比较少 还蛮舒服的 你吃完饭过来走走的话 不像上海人其人的 刚才我在往附近逛到一半呢 被这里面的很多小灯笼 一样东西吸引进来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坑爹全聚德 我们从火车站回酒店的路上 司机师傅 其他都没有说重点推荐 他只是重点跟我们说了一句 千万不要吃全聚德 他说这个坑的要命要命的 就是这家记住了 千万不要来 每次回酒店 我都要观察一下 人家是怎么安置我的饼饼呢 今天坐得好高哦 刚来的圣诞饼饼饼 这屁股摸起来很舒服的 我就带了这个过来 我今天行程是来参观故宫 地铁下来按着指示 就可以走到这条马路里面来了 对我觉得这里面就很有 老北京这种房子啊 城墙 胡同的感觉 稍微有一点点 来这里走一走 就跟昨天走在王府井说了 却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王府井那种街道 就是上海都有 但是这种街道 左边这种红窗的房子 上海就不是那么多建的 感觉这里还是有点北京的味道了 走着走着就快到了嘛 你看这边都还有拍这种古装 解针的人 这边河好宽哦 真的跟他们马路一样 都真的什么都很宽 我很美这个景 现在天还不错 今天虽然说最低有零下 最高15 所以一点也不觉得冷 很漂亮 这个地方门口 这个就是五门 我们就是在五门下面检票 如果是下午场门人 现在11点不到 他们还要排队 等到下午场开了才能进 公公地图大家记得在公公博物园的小程序里面有 然后我找到有餐厅 总共有三家可以卖吃的的东西 现在正好有一家景韵门餐厅 在我去的路上来瞧一瞧 那我在网上还找到一个 还蛮不错的行走攻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走回头路 最后是神武门出去 感觉还挺合理 今天大约是应该会按照这个攻略来走一下 我在等餐的时候 先吃了昨天到香村 买了一个抹茶酥 一个芋头酥酥长下 那抹茶酥好难吃 大家常常里要买 这个芋头酥还可以 我的剁椒肉炒散上来了 好小一份哦 本来觉得58还挺合理 这么少的话还是蛮贵的 味道打个五六分不能再多了 你要紧吃吗 我不能太挑剔 点了个蔬菜倒很干净了 这份大概28块 我妈点的是一个羊肉汤面 我刚尝了一下 这个羊肉汤很好喝 它就是微辣 但是刚刚好 然后羊肉也不错 这个碗比我这个要值得很多 故宫餐厅吃完饭 看这边就是一个珍宝馆 旁边一点就是一个钟表馆 钟表馆是镇珍藏的夕阳中为主 门票才10块 不来参观你就是傻 珍宝馆最重要的就是皇后的凤冠点催 门票也10块 参观完可以去镇的前秦门 是故宫内庭正门 看着熟悉的场景 不用猜就知道这是镇上早朝的地方吧 各位大臣在这一路跪拜的画面应该没少看吧 过了前秦门就是前秦宫了 有人不知道这是镇的寝宫吗 但是现在不让参观里面了 镇睡觉的地方哪是你想看就给看的 前秦宫的后门就是昆宁宫了 你要是不知道这是皇后的寝宫 那就是宫斗局看的还太少啊 该去补一下镇的甄嬛转了 没想到吧 镇和皇后的寝宫门对门就是这么近 那从昆宁宫出来后就是渔花园了 再出去就是神武门了 左手边是镇的西六宫 右手边就是镇的东六宫了 因为都是步行 我感觉没有我想能说那么那么大 我觉得还算蛮紧错的呢 镇儿就是御花园了 镇的皇子格格玩耍的地方 也是各宫妃子聚在一起 八卦宫斗的地方 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吧 最后别忘了去商店逛逛里面 有你们喜爱的腌制水粉 还有各式镯子首饰 冰箱贴也有着镇大光明熟悉吧 就是镇喜欢放一罩的地方 嘿嘿 最后请走神武门出去宫门要下药了不送 神武门出来之后 有一个角色吧 咖啡馆的中间就是我小猫门的 好啊 我忘了 谢谢 刚刚门口有四只小猫 大家不要忘记合照哦 橡皮擦 哇 这橡皮擦有点隆重的感觉 然后这个桃花镜这边也有哎 其实我刚刚有点想买的 但是还挺犹豫的 因为它有点大有点重 然后这个小镜子呢 就没有这个桃花镜那么好看 但是它大小很合适 这个六十块钱 桃花镜一三九 我的后面桃子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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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还没有好可爱 小兔子 对的 这个木头雕的吗 可爱 还有一把小兔子的小梳子 这套也蛮有特色 这套在里面没见过 哎呦 密作 看上去 这笔记本蛮有格调的感觉 哇 这些小哥哥好可爱哦 故宫猫名画剂 也是蠻合 在冰箱贴呢 有预膳房 我刚刚在里面买了一套 这个预膳房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 也是网红款 故宫四季 这一套139 蛮好看的紫禁城 但出样的话也会摆在这儿 是这个样子的 看预膳房 这个我已经买了 可爱 这里还有一些护手双 你看这种套装 哎 其实拿回去送人真的很不错的 我买了一个起小猫 买的小猫 预膳房的冰箱贴 买了两个一个送朋友 还有刚才我闻了这个竹子的香膏 很好闻 就买了一套 这个129 其他都很便宜 三十九十二块八十五块 环球影城和雍和贡买手串 我们就下期见吧